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将神的属性这个课程进行晚节 那主题是默想神 在约伯纪十一章七到第九节说 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 所以我们的神是测不透的 不过上帝在圣经里面是仁慈慷慨的 歧视了他自己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以上帝没办法测透作为借口 而不去求明白 不去求明白圣经的真理 所以如果我们说上帝是测不透的 所以我就不去求明白 这也是很愚蠢的 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 已经仁慈慷慨的启示了他自己 但是圣经呢又告诉我们说 神是测不透的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他 但是他又是测不透的 这样呢圣经就很平衡了 就让我们不要觉得自满 不要自以为是的说 你看我多聪明啊 所以认识神是首要的学问 认识世界认识人认识动物植物 这些都是学问 但是认识神是众学问之首 是首要的学问 但是神又是测不透的 所以呢我们又要保持谦卑 即便你有阴的眼睛 你也没办法穷其高 所以我们要保持谦卑 不过上帝呢已经凭着他的人词慷慨 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他的信息 所以我们对神呢是可以有所了解 而不至于出错的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对神就完全脱离无知了 我们对神的认识啊 仍然是粗陋不全的 记住我们对神的认识 仍然是粗陋不全的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 有这么一句话 那这句话呢容易让人误解 这句话是说当我们将来见神的那一刻呢 我们就面对面了 跟神就面对面了 那将来我们知道神呢 就如同神知道我们一样 那很多人误解这句话 被表象所误导了 他以为呢将来到了天上呢 我们就没有一个局限了 我们对神的所有知识 我们就完全认识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人呢永远是一个有限的受造物 即便我们在永恒里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要用永恒的时间来认识永恒的上帝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到了天上那一刻 我们就完全理解无限的神了 不是这样的 当然了我们到了天上跟地上的那个层次 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呢 除非我们变成无限的 我们才能够完全理解神无限的完美 但是我们人呢 即便到了天上还是受造物 不是啊 所以我们这一点呢 我们特别要留意 即便到了天上也认识神 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到了天上也是用永恒的时间来认识永恒的上帝 总而言之有一点 神永远是无法测透的 永远是无法测透的 即便到了天上 虽然我们的层次比在地上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感谢主 上帝永远是这样的无限 永远是这样的值得我们去敬拜他 永远是这样的让我们谦卑在他面前 所以感谢主 所以让我们多多的去莫想神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